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467集 耀天似乎对两人的反应和表现非常满意 又似乎是见多了这种刚来之人的好奇和兴奋 他笑眯眯的等耀老和彩琳平复下激动兴奋的心情 才对彩琳说 妥孙媳妇 我先送你去萧府 然后再带药臣回药组 你看可好啊 萧府 彩琳和耀老都愣了一下 一种女人的天生直觉让彩琳的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萧妍的府邸 萧府嘛 当然是萧妍的府邸啦 和萧妍一样 对女人的心思极不敏感的耀天 没有听出彩琳问话里的意思 还在物字说 曾经有段时间 他把萧祖从偏僻的帝州迁到了萧府 不过听说前段时间 萧祖又迁回帝州和一块新的领地了 那块新领地可是快好地方啊 见彩琳似乎心不在焉 以为彩琳已经迫不及待 耀天才笑着说 看我 啰哩啰嗦的 走吧 萧府我也没去过 不过听说 很大很大 在聚西城很有名 一问就能问到 彩琳却没有动 她挤出一丝笑 问耀傲天 师祖 你是说 斗地大陆上 有个萧祖 而萧延到斗地大陆后 并没有住在萧祖 而是在那什么聚西城 自己建了一个萧府 是这样的吗 耀傲天对女人的心思再不敏感 此时也听出彩琳话里的意思了 可她怎么对彩琳说呢 说萧延在斗地大陆 又娶了一房妻子 那对刚来斗地大陆的彩琳 会是多大的打击和伤害呀 耀傲天决定 先为萧延铺垫铺垫 这个 那是我认识萧延之前的事了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只知道萧延为了振兴萧祖 也是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 孤身一人闯聚西城 结果 她炼制出了绝世的极品丹药 便与商盟合作 就发财了 也有了自己的势力 这孩子 真挺不容易的 你们不知道 萧祖在斗地大陆 本是个很弱小的家族 全靠消炎 才有今天哪 到底是夫妻 彩琳后来什么都没听进去 脑子里一直回想着 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 一脸的冷色 马上变成了担忧之色 直到没了耀傲天的声音 见耀傲天正关怀地看着自己 才急问 她的仇家厉害吗 她危不危险 耀傲天在这一刻 对彩琳的性格喜欢极了 连忙安慰 没事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的硝烟 可不是谁都敢欺负的 她可不敢说 硝烟的仇家 是斗地大陆的 庞然大武丹殿 和绝对的一流势力 魂魔一族 以及职业杀人机构 影子萌 见彩琳神色稍缓 她赶紧说 走吧 到了萧府再慢慢聊 彩琳这才点头 可就在三人脚步欲动之际 一声且慢从远处传来 三人抬眼望去 只见两道人影 破风而来 速度极快 只几个呼吸间 便已落至三人身前 两人长得很像 一看就是两兄弟 身材一般魁梧 裸露在外的肌肤 都被青色的鳞片覆盖 整个人透着一股 凌厉的气势 两个七星斗地 耀天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沉宁了 耀老和彩琳 虽然判断不出 来人的实力 可看对方的气势 和耀天的神色 也知道了 两人实力极强 两名七星斗地 深深地看了耀天一眼 转向彩琳 恭敬 却是不卑不亢地问 敢问这位 可是硝烟的夫人采琳 你们认识我丈夫 采琳吃惊极了 连耀天现在都不知道 她的名字 眼前这两人 为什么一来就能直呼其名 难道是硝烟派来的 可她现在知道了 感应有人到斗地大陆 而来接人 是靠血脉的 她虽和硝烟是夫妻 却并没有血脉的感应 硝烟怎么可能知道 自己来了 如果不是硝烟派来的 他们怎么会知道 自己的名字呢 耀天和耀老 也都如彩琳一样 满头雾水 这兄弟俩 正是魔兽家族 派在撕裂城 守候彩琳的 哥哥叫混沌王东 弟弟叫混沌王西 以奉命在此等候了多年 虽然因为和彩琳 没有直接的血脉关系 只是靠混沌一族的血脉之力 与吞天莽的血脉牵连 才感应到彩琳而慢了一步 但总算是赶在彩琳 要被人接走之际 幸不如命 不由暗松了一大口气 他俩见彩琳一脸茫然 哥哥混沌王东 忙略略攻身说 我俩奉家族之命 特地在此恭候夫人多年了 家族 什么家族 还等了多年 彩琳越听越糊涂 哦 是这样的 哥哥混沌王东 正欲解释 话到嘴边 却有顿主 看向耀天警惕地问 请问这位是 耀天傲然说 老夫 耀族族长耀天 原来是耀族族长 久仰 哥俩抱拳失礼 魔兽家族虽然与外界 几乎往来 但耀族在斗地大陆 也曾辉煌一时 所以他俩对耀天的客气 也并非全是客套 然后 混沌王东 直指耀老 又直指采林问耀天 耀族长来此时 耀族虽已衰落 可胡倒危在 身为耀族组长 岂是根本不认识的两个人 几句客气话后 就能随便发问的 耀天不答反问 你俩刚才说是奉家族之命 请问是哪个家族啊 这个 魔兽家族向来隐秘 并不想让外界 对他们知道太多 可眼下 接人要紧 采林刚才 似于跟这个耀族组长走 如果不亮明身份 这个耀族组长 对接走采林一事横加干涉 怕倒是不怕 却也是横生枝节 混沌网东和混沌网西哥俩 犹豫着对视一言后 混沌网东 对耀天响声说 魔兽家族 耀天脸色顿变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两位七星斗地 竟然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魔兽家族的 不禁脱口而出 混沌一族的 还是火凤一族的 这次轮到混沌网东和混沌网西哥俩吃惊了 世人知道魔兽家族中 混沌一族的多 但知道魔兽家族中 还有个火凤一族的 就很少了 看来这个耀族组长 见闻不少啊 混沌网东回答 混沌一族 而这时 耀天突然意识到 一件更令他吃惊的事情 心中顿时掀起了滔天波澜 魔兽家族来接彩林 那彩林是什么身份 虽说打着硝烟的旗号 但如果没有与彩林的血脉感应 撕裂成这么大 人又这么多 他们如何能知道 谁是他们要接的人 想到这儿 耀天对彩林说 彩林啊 你感应感应他们的气息 看看有没有血脉的感应 彩林此时已被这兄弟俩 和耀天弄懵了 什么魔兽家族 什么混沌一族 什么火凤一族 还感应血脉 莫非自己是属于 那什么混沌一族的吗 他试着释放出灵魂之力 去感应混沌网冬的气息 可是无论他如何感应 除了感觉混沌网冬的气息 强大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外 完全没有血脉感应的那种亲切 半晌后 他对耀天摇了摇头 耀天顿时迷惑了 既不是相同的血脉 这两人是怎么感应到彩林的 他不禁忽疑起来 直指耀老对混沌兄弟俩说 我呢 是来接我耀族之人的 然后又指着彩林说 他和我耀族之人是一起来的 来自同一个大陆 正好是老夫的徒孙媳妇 你们奉谁的命 老夫不管 老夫得把他送到老夫的徒孙那里去 混沌兄弟俩听出来了 这个耀族组长对他俩不信任 却也不在意 混沌网冬笑问耀天 请问耀族长 你说他是你的徒孙媳妇 而他又是硝烟的夫人 那你的徒孙是不是硝烟呢 耀天差点就说 你这不是废话吗 可碍于混沌网冬和混沌网西兄弟俩 自曝的身份 他不想多声波澜 便不紧不慢地点点头 正是 那就太好了 混沌网冬和混沌网西哥俩神色一席 他俩来撕裂城前 组长曾再三叮嘱 皆彩林去萧府不容有失 无论是谁 胆敢在路途上劫持 哪怕骚扰者 一律格杀勿论 如欲棘手的对手 须拼死护住彩林 并立即传讯给家族 他俩怎敢让彩林 被耀族组长送去萧府 即便耀族组长 自称是萧炎的师祖 他俩也不敢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他俩可不敢单一丝的风险 混沌网冬说 实不相瞒 我们奉命来接萧炎的夫人 就是要护送他去萧府 要不 药组长和我们一起前往萧府如何 这个建议无可厚非 药天正想答应 但玄吉就想到了这兄弟俩的实力 心中不由一锦 虽说两人号称是魔兽家族的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仅凭一句话岂能断真假 何况彩林对他俩 没有血脉感应这事 还存着极大的疑点呢 影子蒙打探消息的手段 和能力是人皆知 万一这两人是萧炎的仇家派来的 谁敢保证他俩 不是拿魔兽家族的名头 来震慑自己的 现在是在撕裂城 受规定所限 他俩不敢动手 但若离开后事情有变 以他俩的实力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耀天不敢往下想 陷入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的为难中 愁愁中 他突然想到了个主意 对彩林传音说 丫头 我不敢保证他们的身份 但他们对你似乎是势在必得 老夫虽不弱于他们 但以一敌二 却护不了你的安全 你那表个态 就说你非等到你丈夫亲自来接你不可 否则就在这里 哪儿也不去 彩林作为美杜莎之王 立即就明白了耀天的苦心 当即坚决说 很感谢大家的好意 不过我想留在这儿等消炎 严谨却一概 在斗气大陆以冷艳和冷傲著称的彩林 哪怕是在强大陌生的斗地大陆 面对极有可能是巨大的危机 也不慌不忙 美杜莎女王那似乎是来自天生的霸气 令混沌网东和混沌网西哥俩都未知一乐 耀老赞许地点着头 耀天则说了一句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 我马上传信给消炎 说罢便马上掏出传信器 给消炎传信 传信器 用极稀有的蓝元石 服以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的七星磨合炼制 再贯注以八星级别的斗气 是一种远距离传递信息的工具 价格极其昂贵 非大势力用不起 兄弟俩看着态度坚决的采林 梁九 混沌网东只好无奈的 以魔兽家族的密法 传信给混沌不灭 很快 混沌网东就收到了混沌不灭的回复 原地等着 我马上来 可耀天左等右等 也没有接到消炎的回复 不仅耀天急 连混沌兄弟俩也有些急了 不禁开始怀疑这个耀族组长 说消炎是他徒孙 是不是瞎说的 这小子 该不会是闭关了吧 耀傲天从兄弟俩的目光中 感受到了怀疑 气得眼皮直跳 无奈之下 只好又传信给珍妮 心中直犯嘀咕 珍妮不会也闭关了吧 消府大厅 看着神色复杂的消奇和青木儿 珍妮在心中悠悠叹气 知道消炎在斗气大陆有妻子是一回事 马上就要见面 还真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好事 我们应该替消炎高兴 沉默片刻 消奇笑着说 只是那笑容多少有些勉强 是啊 是消府的一大喜事 珍妮压下心中的些许惆怅 微笑着说 那事不宜迟 药族组长在信息里说 她给萧绍传信息 萧绍没有回她 而彩琳说 不见到萧绍 她哪儿也不去 就在撕裂城等着萧绍 所以传信息给我 要我赶紧转告萧绍这个喜讯 我说呢 药族组长是消炎的师祖 她直接接来不就好了吗 干嘛传信息给你啊 原来如此 萧綦听完后说 可萧嫣现在在闭关 不便打扰她 珍妮想了想说 只能你去接了 向她证明你的身份后 带她回来 这样啊 萧綦有些犹豫